男人为了女人掏心掏肺 结果女人真的掏了她的心盒肺 当然也嘎了她的腰子 刚醒来的王命发现自己躺在手术台上 而且总感觉有种莫名的空虚 可能空虚总是在过度劳累之后 但当他看到一旁带血的手术刀后 他这才发现 且的还真是自己啊 自己竟然被嘎腰子 他想要拿到手机去报警 找回腰子重振雄风 结果因为浑身无力 一个亮枪就栽了手机 隐约间他回忆起了昏迷前的一幕 原来他不仅被嘎了腰子 这款游戏 仿佛间他似乎看到了死去的太女 向他招待 此刻他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只能启动那款名为欲望世界的游戏 下一秒他便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正是欲望世界 王命看了看自己空空如也的身体 好消息是自己还活着 坏消息是 零件真没了 就在这时一辆公交车朝他驶 随后一名黑丝美女往缓下车 不仅身材挖腮 长相更是超级挖腮 王命急忙收回刚才的话 这顶多也就算一个黑丝女 黑丝女目不转睛的盯着王命 但他却是一点也不害怕 毕竟自己整个身体都被掏坏 现在还能失去什么 还是说 你能杀死一个死人 这么一想 王命顿时感觉自己本就空旷的胸腔又宽广淡击 随后只见黑丝女做了一个紧的手势 请上车 王命本想上去看看王的事 但突然玩心大起 你说 少爷请上车 黑丝女瞬间当机 王命只好又重复了一遍 这霸气侧漏的动物 就差亮出自己是果果的身躯 就连一旁的路灯都看不下去 文言的黑丝女脸上却是开始咔咔作响 不满裂痕的脸上也开始低血 下一秒张开血痕大口嘶吼 请上车 王命轻蔑一笑 我一个没有器官的人 难道还会怕转 说完就是一个大逼动 直接将黑丝女打得旋转跳舞 现在对我说 少爷请上车 男人甩手给了挖塞女鬼一个大逼动 竟然只因女鬼没有对她说少爷请上车 女鬼直呼自己大意了 没有闪 但面对王命的咄咄逼鬼 黑丝女都快咬碎了后槽牙 却还是忍了下来 少爷请上车 王命这才满意的走上了那辆公交车 进去的同一时间 身上的衣服竟然也焕然一行 这一刻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 此时车上已经坐满了 但是所有人都是神情恍惚 王命直接找到了一名美女旁边坐下 这时候了还不忘聊个妹 紧接着黑丝女也走了上来 欢迎来到欲望世界 聆听神的地狱 神说 属于各位的挑战 现在开始 文言王命撇了撇嘴 按道这货真是个神秘 同一时间现实事件 某废弃工厂内 一名医生模样的男人 拎着一个箱子缓缓走路 门口停着一辆红色跑车 与一名美女 全都摘了 男人放下手中的箱子说道 我搬使您放心 一样不少 女人舔了舔舌头 你做得很好 医生刚想说不客气 结果突然一只手枪便抵在了她的脑 下一秒听个一声 女人扣动扳机 下次可别做那么好了 医生直接被抱头狗带 随后只见美女 跑箱子里的心脏 下一秒便兴奋地舔了上去 我听到了 神的地狱 此时欲望世界的公交车内 黑丝女开始介绍游戏规则 第一个挑战名为抛弃 再过十分钟 他们会经过一座大桥 因为年久失修 承载不了他们这么多人 届时桥体坍塌 所有人都会死 但只需要下去一个人 他们就能平安住过那座桥 至于这个人是谁 他们可以投票决定 也可以强行驱赶 只有完成最终挑战的人 神才会实现他们的欲务 介绍完后 他们现在还剩下的时间 只有九分钟了 而下车的那个人 自然就是死了 众人惊慌不已 王命却是觉得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手机还没格式化 不过他现在这种情况 到底是死还是没死 这时车上的一名孕妇突然说道 别让我下车 我的孩子还没出生 我不能死 有的人说自己的癌症 还有人说自己的儿子 还在重症监护士 自己不能下车 顿时车上所有人 都开始说出自己不能死的苦 王命都压麻呆住了 我尼玛 你们的理由都那么硬核吗 这么看来 我要找回器官好像也不算什么 随后一名中间男人站了出来 他觉得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最先淘汰的应当是团队里的脱油品 也就是第一个开口的孕妇 文言孕妇整个人都不好了 梨花带雨的就开始喊道 你们这么做还是不是人 哪知中年男却说 女人用怀孕道德绑架她们 让他们下去死 你难道就不残忍吗 这一番话下来 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与支持 纷纷开始赶孕妇下车 还美名其约为了团队着想 最终孕妇被一伙人 强行推到了车门处 一旁的黑丝女 此刻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看起来像是什么目的得逞 王命见状心中已有猜测 眼看孕妇被推出车外 却被她一把拉了上来 随后开始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你们的逻辑 红一开始就错了 她的确说要下去一个人才能过境 但没说过 这个人要在我们当中选了 说着还用手指了指黑丝女 见状的黑丝女顿时急了 警告你们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要过桥 你们再不把她扔出去就兜得死 但这让王命更加确定了心中的想法 把她扔下去 你好我好大家好 现在谁同意谁反对 众人文言自然是全都同意 如果能让NPC下车 他们就不用杀人了 于是所有的目光 此时全都死死地盯着黑丝女 就在她被气得浑身发抖时 王命大手一挥说道 现在公主请下车 黑丝女鬼身为NPC 男主一脚踹飞 原来就在刚刚 男主发现了一个秘密 上车的时候 他给了黑丝女一个大笔 当时的黑丝女虽然愤怒却没有完事 于是王命猜测应该是因为某种鬼子 让黑丝女不能伤害成了 文言的黑丝女脸色一变 随后便朝王命扑了过来 却被王命一只手就挡了下来 什么档次 跟我做一样的人王 说完一脚便将黑丝女踢了出去 给我下去吧 与此同时车窗也献出了一行血 这表明他们这一关算是过了 就在众人高兴之时 却没人发现一旁的王 手中前凭通出现了一道符指 我去 这是包装备了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 不断地出现在她的脑海 骚死 上车吧 将会得到恶劳的例子 王命捂着脑袋难难道 这是正经装备吗 虽然有些鬼 但看起来是个召唤系导具 随后一把塞进了老院 也罢 我这一生如履薄冰 能爆出装备 都是我平日记得行善的节目 我受之无愧 也就在这时车停下 下一局游戏就要开始了 车子停在了一座 名为血色进老院的门前 王命第一个下车 身后刚下车的孕妇突然发现 地上有一个盘阔的布娃娃 而现实世界里 一个女人正坐在梳妆捉紧 看着镜子中自己的丑陋的脸 她痛苦地抱头大喊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不是我 我本来可以辨别原来的样子 都是她的错 我要她死 画面一转再次来到渡望世界 孕妇被地上的布娃娃吓得连领大叫 王命健壮一脚将其踢飞了出去 很快所有人全都陆续下了车 公交车也在这时里去 随着众人走进这座血色进行 一双红色高跟鞋紧 只见一位身穿白色大褂的女人说道 我是这里的院长 你们就是这次的一位 回后便招呼众人跟她进去 其中一名胆小的女生 害怕地抱住了王命 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散落的手臂与大头 每个房间还充斥着各种声音 我我我 好吃真好吃 突然院长停下了脚步说道 你们每人负责三个房间 房门口有子女留下的信息 记住 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些信息照顾老人 否则后果自负 在一楼最右便是公用的厨房 厕所每个房间都有 说完院长从怀中掏出一打任务卡 一把扔了出去 紧接着转身离开 现在就去吧 他们已经等了 对了 天黑之后 就待在房间里别出来 晚上 坐 别说太死了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为女人掏心掏肺 女人竟然真的掏了她的心盒肺 还打了她的腰子 失去所有器官的王命穿梭在欲望世界 为了能够变回一个正常人 他开始经历各种挑战 而这一次的任务便是给进老院的老人送饭 按照门上小卡片的介绍 王命决定先去厨房 看着走廊上成片的鲜血 王命知道这个任务自己必须相信 照顾不好的话 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当他来到厨房后发现 其他人也都在忙碌地准备着晚饭 王命也打算按照老人的喜好 给他做一份食成熟的肉 就在王命做饭的同时 那位人称刘哥的中年男的一番话 引起了他的主意 原来这个刘哥并不是第一次进入欲望世界 但每场挑战都不会重复 所以他也不知道避开危险的办法是什么 但有一点倒是可以提前提醒各位 千万不要干出让死人复活这类事 因为人死不能复生 谁又能确定 通过这种方式复活的他 还是原来的他 文言的一名男子有些惊口的问道 难道说通过这种方式复活的事故 刘哥表示自己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那一定不是人 刘哥还知道 只有将死之人或者某个欲望拿到极致 才会进入欲望世界 所以他的这些话在场的人很难听得进去 但他还是得说 当欲望缠身 死 反而是种解脱 与此同时王命也已经将晚餐做好 随后端着菜在门外敲了半天门却一直没人回忆 王命只好直接推门而入 只见屋内 一位捕兽如柴的老头正坐在床上 见王命端过来的牛排 老头闻了两下之后 便开始大快躲 见状王命觉得这次抽到的任务还蛮简单的 自己还真是运强 就在这时面前老头突然出手 一把将手刺进了王命的胸脏 嘴里不停喊着难吃难吃 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可把王命吓了的情 不合口味你就直说呀 我给你换成九转大肠还不行吗 动不动就掏人心窝 你礼貌吗 与此同时老头的手在王命体内 嘴嘴又掏嘴 发现里面竟然空空如影 气得老头不断地在王命胸口抽出来 插进去 抽出来插进去 老头嘴里只会说阿巴阿巴 心里却想这伙尼马还是个人了 但此时的王命确实不乐意 没想到活着被人掏 死了还要被掏 何止是人是鬼 都要掏老子一下是吧 说着掏出了那指符文 老虎不发威 真当我是Hello PD呢 此刻王命仿佛死神附体 浑身散发着恐怖的血色 就是你掏我心窝子 口味很刁钻是吧 下一秒老头便被王命一巴掌拍了下去 紧接着王命抓着老头的脑袋 再次朝地上砸了下去 给你吃你不吃是吧 王命一边说话一边砸 真当老子没脾气呢 还不求饶 可怜老头只会说阿巴阿巴 王命听不懂了 就在这世房门突然被打开 是车上的那名孕妇 但眼前的一幕 却让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因为整间屋子 充满了鲜血 老头一把将手插进男人的胸膛 结果却发现里面竟然空空如也 原来男主早就被掏空了身体 愤怒的王命直接使用道具 开始对老头一顿输出 结果被一名孕妇看到着血腥的画面 顿时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 此时的王命脑海里不断充斥着仿佛恶魔的地狱 杀了他 抱头抱头 这让一向温和的王命 此刻竟然真的有种想把对方脑袋敲碎的冲动 可怜老头只会说阿巴阿巴咕噜噜噜 就在王命准备动手时 突然身上的虚影消失不见 王命那个无语 三分钟 就这 行不行啊细狗 随后掏出道具打算再召唤一次 结果被提示恶灵车票 车板间隔需要三小时 坑爹啊 这玩意居然还有冷却时间 失去能力加持的王命马上要索 那个 大爷你听我说 刚才其实都是误会哦 没想到对方乖巧的点了点了 王命心想难道是刚才被自己吹怕 于是一脸坏笑的问道 那你吃不吃 老头立马乖巧的吃了几个 此时的王命也清醒过来 看来恶灵车票会影响人的心智 要不然自己这种文明人 不可能一直想着玩暴头啊 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也不清明 恶灵车票便是自己的底牌 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 就在王命将孕妇拖进屋内时 孕妇也清醒过来 王命刚想解释 孕妇就开始大喊救命 无奈王命只能捂住她的嘴 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别怕 听我说 事到如今我只能摊牌了 其实我是 相关部门 有些是你知道太多不好 总之我是好人就对了 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保命 没想到孕妇真的相信了 果然一孕傻三年啊 原来孕妇是找王命帮忙的 王命虽然答应下来 但表示自己不能打猫票 更不可能搭上自己 转眼一个小时后 大厅内众人纷纷说着自己的经历 有的人任务是打扫房间 结果却被咬掉了一只耳朵 有的人是帮一个老头按摩 结果那个老头整个被兜烂 最惨的竟然还是那个刘哥 居然被咬掉了一条腿 就在这时院长走了过来 手里还不停地擦拭着身上的鲜血 都在这里干什么 你们任务都做完了吗 众人纷纷抱怨 这些任务根本就完不成 文言院长舔了舔舌头说道 任务完不成也不要紧 你们这些义工虽然做事不行 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紧接着他便发现了 姗姗来迟的王命与孕妇 王命立刻一脸羡慰地说道 院长 当然是为了看您了 谁知道一下子被您的美丽经验住 走不动到了呢 我这就过来 地旁的孕妇都看傻了 这货真的是官方的人吗 好家伙 一点都不挑事吧 文言院长走过去 拍了拍王命的肩膀 今晚 我单独找你 这可把王命整过会了 没想到他只是随口一说 对方竟然还当真了 心想该不会真触发了什么机制吧 院长走后 众人这才知道王命 其实已经完成了任务 于是纷纷要求他 说出通关的技巧和秘密 毕竟大家都是人类 应该互帮互助不是吗 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人不能那么自私 西装男刘哥三言两语 就把王命推上了风口浪尖 王命终于受不了了 都给老子闭嘴 他们的老子最烦道德绑架的 说完便拉起孕妇的手准备离开 见状刘哥急忙叫住了王命 为了从王命手里得到线索 他决定用有关欲望世界的事情 作为交还 他愿意把自己上次 参加欲望游戏的情况告诉大家 而且这个消息 对他们达成欲望肯定有帮助 刘哥点燃一根烟后说道 就是那次游戏 让我看到了欲望世界的真相 女鬼邀请男主晚上黑黑黑 却没想到男主身体早就被掏空 被嘎了腰子的王命 就像失去了男人的发动 原来就刚刚 王命在送走女鬼院长之后 众人得知他竟然通过了挑战 于是刘哥准备用自己 曾来过一次欲望世界的情况 打算换取王命通关的秘密 原来刘哥全名刘长贵 因为沉迷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经常被要债的打个半死 也就在那时他进入了欲望世界 完成了一场挑战 当时他的欲望就是借了 他需要一百万 回到现实世界后 他的欲望实现了 但他的父亲从工作的建筑工地 意外高空坠了 摔成了植物人 而刘长贵得到了赔款 刚好一百万 他的欲望的确实现了 但代价却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因为他的欲望 他的父亲成为了植物人 文言的王命心中猜测 如果按刘长贵所说 欲望实现的方式不是从天而降 而是以某种看似合理的方式来实现 王命的欲望是找回器官 那么很有可能找回来的是 已经腐烂的器官 又或者是触发某个世界 从移植了自己器官的人身上打回来 所以最后在实现欲望的时候 他要尽可能避开这些不好的结果 此时刘长贵再次请求王命能够帮帮他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要负责三个房间 现在才第一个他就少了一个老头 其实王命自己也不知道 报答老头这种方式到底有没有用 就算是说出来 恐怕这些人也只会死得更快 于是他只能告诉大家 自己真的没有发现什么游戏机制 说完便带着孕妇离开 但他扭头便有了打算 王命准备回来问问那个老头 希望能问到一些陷阱 此时老头早就被王命吓得缩在脚底 地旁的孕妇疑惑地问他 你不是官方的人吗 刚才为什么不帮他们 王命没想到孕妇竟然会帮那些人说话 明明在公交车上的时候 那些人狠心把他丢下车了呀 但孕妇却说如果当时真的必须抛下一个人的话 或许自己也会做出跟他们一样的选择吧 毕竟他也有不得不实现的欲望 原来他的丈夫是消防员 前不久他在一次救援行动中牺牲了 他们现在只有这个未出生的孩子 虽然医生说这孩子先天畸形 王命没想到这个孩子 居然是英雄后代 随后便开始审问老头 刚才到底为什么要套他 只会说阿巴阿巴的老头 只能将原因写在纸上 自己不喜欢吃全熟的肉 但王命想到那个院长说过 门外的信息是他们子女留下来的 上面明明写着喜欢吃全熟的肉了 好家伙 这明摆着是坑爹呢 不过王命也因此推断出了一条线索 但不确定对不对 孕妇表示愿意试一试 毕竟要不是王命 他在车上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随后王命告诉他 门外的子女留下的信息 大概率是错的 反着来或许就能避开危险 闻言孕妇便准备尝试一下 但真如常贵所说的话 这孩子活下来真的会健康吗 但紧接着王命就开始头疼起来 毕竟晚上那位院长大人 就该来找他了 虽然院长的身材很俊毛 但那玩意儿不是人了 两个小时后 就在王命悠哉地躺在床上时 院长竟然真的来了 愣着干嘛 跟姐姐走一趟嘛 王命心中开始盘算 虽然恶灵车票的冷却时间到了 但院长明显要比这小老头强很多呀 万一一下干不过他 那岂不是真的要被他干 干还是被干 这都是一个问题啊 为了保住清白 只能智取吧 只见王命露出自己的胸膛说道 院女儿 其实我也很想给你 嘿嘿嘿 当我 我其实是一个没有发动机的男人 我的V12发动机被坏人打走了 两台发动机都没了 院长 坏人他让我没有爱 他让我没有爱啊 切 没用的东西 负责401的义工和老不服都不见 你去把人找回来再睡觉 尊都要我去吗 院长您不是说天黑之后不要出门吗 听人劝吃饱饭 我打小舅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我打小舅喜欢找人 没专业 放心 只要把人找回来 我不会让你白干活的 奖励什么的都不重要 主要是想帮院长分忧 好家伙 这也太能装了 随后王命想起那个负责401的 不就是公交车上坐在他旁边的白丝妹子 下午在大厅也没见到他 也不知道院长是让他找人还是帮忙收尸 但是已至此他也只能听话照乱 说着便匆匆跑了出去 嘴里还念念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太上老君积极如律令 阿曼 不过王命越走越心惊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脚步声有点太小 不会引出什么奇怪的东西 但是当他走到四楼的时候 王命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穿的是运动鞋 是不会发出这样的脚步声的 但从二楼跟到这里的脚步声 应该是高跟鞋 也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王命身后 终于追上你了 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身后有只鬼 但他却是唱起了歌 原来男主是一个连内脏都没有的人 本来似乎没有必要怕鬼 但当身后的女鬼不断舔 是他的脸庞势 他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自己得想办法跑 然而女鬼却是颈椎不舍 一只手更是直接爬在他的肩上 王命决定不能再坐以待毙 只能掏出自己的大宝贝吓退他 于是大喝一声便要掏出自己那张道具车票 大胆妖孽 竟敢搬门弄斧 大威天龙 我掏 结果大威天龙还没出来 自己的手却是动不了 只见女鬼的一只鬼手正抓着王命的胳膊 随后脑袋也缓缓飘了过来 你刚才 说什么 别着急 等等我 我马上就要拼好了 王命闻言撒鸭子就老 心想等你大眼 我只是手麻了不能用车票 又不是腿麻了 周树人曾说过 打不过就喷 喷不过就跑 王命一溜烟就将女鬼鼠也伸好 爬在他肩上的那只鬼手也慢慢爬了下去 王命这才扭头发现 原来这女鬼是碎的 想到她刚上三楼的时候还只有脚步手 快到四楼的时候就多了一条舌头和一只手 看来这只女鬼的身体零星散落在楼道个处 正在拼啊 怪不得一直要自己等她 等她拼完 估计自己就得凉凉了 想到这里王命赶紧拍了拍自己的受精的小心脏 不过随即想到 自己都没有血 所以压根没心跳 此时王命也发现这里没有血 看来比起二楼 四楼的情况要好很多呀 很快王命找到401房间 上面的小纸条表明 里面的老人有老年痴呆 喜欢跟人捉迷藏 每次都会藏在窗帘后面 但跟她玩很危险 所以不要管她 王命按照自己之前的推理 信息要是反着来看 401的解决方案应该就是陪老人玩捉迷藏 但当王命打开门才发现 说是会躲在窗帘后 结果这屋里压根没窗帘 就在王命不知道该去哪找时 楼道内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手 紧接着就看见两个大凶器扑面来 正是他前来寻找的白丝妹子 王命急忙询问他负责的那个老人去哪 得知女生正是因为和老人玩捉迷藏才这么害怕 王命不禁心头一震 难不成自己分析的线索是错的 那么那名孕育 想到这里王命急忙询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大凶女第一次玩的时候 就找到老人正躲在窗帘后面 但老人又要求重新玩 可第二次找到老人后 他发现窗帘后面变成了两个人 第三次窗帘后面就变成了三个人 玩一次就多一个人 现在窗帘后面都已经站不下了 当王命来到那处窗帘才发现 这里竟然真的站了一整排落头 大凶女害怕的直接扑倒了王命来 下一秒便开始了他的炸裂发言 哥 我当你女朋友行吗 你主动来找我一定很喜欢我 现在我是你女朋友啊 你不能不管我 王命直接猛逼了 急忙解释自己只是来完成院长任务 殊不知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身后的大凶女一把将王命推了回去 你是我男朋友 你死也得保护我活下来 对不起了陌生人 说完便撒鸭子跑路 这狠毒的一推也让王命看清这些人 这人呢 一个孕妇都有胆子去世错 而他就恨不得让自己去踢他死 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拔刀的速度 说完王命急忙将道具掏了出来 随后一把拉开了窗帘 surprise 下一秒只见一排排河马头人身的怪物出现 争鸣的样子在这一刻显得诡异无比 被你找到了 接下来换我来找你吧 三 二 找到你了 男人掀开窗帘 里面竟然藏了一排河马怪 我去就会偷袭年轻人 恶灵铠甲 合体 我要打十个 此时的王命感觉自己强的可怕 只是随手一击就解决一只河马怪 面对云云不断冲过来的怪物 王命一拳便轻松解决 忽然一只手穿透了王命的胸膛 这些河马怪竟然搞偷袭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王命现在最烦的就是 被人掏 王命一把将胸口的大手扯了下来 线头都被你们搞崩了 你们是真该死了 此时的王命彻底暴走 片刻之后 屋内已经血流成了 王命也被累得气喘吁吁 所有河马怪竟然全都被王命解决 他身后的虚影也在这时缓缓消失 原来是道具的使用时间到了 三分钟 虽然不能够真来人 但总算赶在恶灵车票到期间 把这些河马怪全都解决了 但是王命万万没想到 那些死去的河马怪 此刻竟然开始快速遇过 只是片刻 所有河马怪竟然全部满血复活 王命扭头一看自己都猛了 这你马 开挂了 王管 我要举报了 此时没有道具加持的王命只能求饶 那什么 你们快看了 今夜月色烂吗好 咱们要不别打架 赏赏月 说到这里王命突然懂了 这老头就是在血月出现之后狂化攻击的 再联想到院长曾经说过 天黑之后就待在房间里别出来 晚上最好别睡太死 原来他是故意这么说的 不出意外的话 危险就藏在这道诡异的月光之下 这些房间里没有窗帘 如果真听院长的话 躲在房间 天黑后 里面的老人被血月照到就会狂化攻击 看来院长这婆娘不干人事 纯拿他们当饲料为这些老家伙 想到这里王命已经彻底了 只见王命一个闪身 踩着河马怪的头跳了过去 紧接一把拉起窗帘 挡住了那些红色的月光 下一秒那些河马怪便安静了下来 随后身体也开始消散 只是片刻便全部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位面色和善的人类老头 危机终于解除 于是王命走上前安抚了 乖 很晚了 咱们先睡觉 明天再玩捉迷藏好不好 为了防止老头再次被月光照到 王命从房间里将窗帘扯了下来 然后盖在了老头身上 虽然找到了401丢失的老人 院长那边也算能有个交代 但是血月还没消失 现在一动可能会碰到其他危险 安全起见 王命决定在这里等车票冷却完再回去 就在这时一张大脸出现 竟然是刚刚自己逃跑的白丝女 此时一边爬一边朝王命喊道 救我 我看到你了 混蛋 你是我男朋友啊 快来救我呀 然而下一名 一只白色的大手猛地抓住了白丝女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王命自始至终就这么静静地盖着 不是哥见死不救 是哥的车票还在冷却 实在爱莫能主 再说 独自逃走 是你自己选的路啊 就这样三个小时后 王命终于可以拿着道具离开 但眼前的一幕却是让他一惊 因为此时的白丝妹妹 就只剩下眼前的一滩血 王命心想着 不会是被楼道里的碎大剂 拿去拼自己了吧 想到这里王命赶紧撤退 很快王命再次来到 他负责的203房间 然后便让里面的老人 写下明天想吃什么 老头告诉王命 只要生肉就行 王命不明白 老头为什么会喜欢吃这种东西 老头回答 其实他不喜欢吃生肉 但他儿子喜欢 王命这才明白 原来这些都是 都是他故意剩下来的肉 要留给他儿子吃 但是这些肉都烂了呀 老头却是笑着回答道 因为我不知道他哪天回来 此刻王命只能沉默 他在等他儿子 却不知道自己早就被儿子 丢在这家诡异的金老院 自生自灭 因为爱意留下的生肉 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 滋生出了腐败的臭味 爱恨颠倒 执念纠缠 真残酷啊 这就是欲望事件吗 安主只是打扫的房间 结果一开门就转角遇见爱 啊不是 是遇见鬼 原来王命完成第一个任务之后 第二天所有人便被院长叫到了一起 而这一次的人数也比昨晚又少了一些 显然是一些人没完成任务命丧黄犬了 王命在人群中找到了那名孕妇 见他还活着王命就安心了 孕妇也是连忙向王命道歇 感谢他昨天告诉自己线索 同时还表示既然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那能不能把这条线索告诉其他人 王命大方地表示没问题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 正是凶狠无比的院长大人 只见他大手一挥 没有废话直接发出了今天的任务卡 紧接着舔了舔舌头说道 王命 过来 随后递给王命一个包裹 算是对他昨晚找回401老头的报仇 王命急忙一脸谄媚地说道 应该的 为院长分忧是必人的荣幸 手上却是很诚实地接过了包裹 但下一秒就被院长一把勾了过去 是吗 那今晚我再来找你 文言王命欲哭无泪 悠悠苍天 何博于我呀 事后王命打开包裹 里面竟然是一打钞票 他没想到欲望世界还有流通货名 一旁的常柜健壮解释 这就是欲望世界的货名 因为他上次参加挑战的时候 见别人用 他们称这东西为许愿币 王命心想这么阴间的图案 称呼倒是铁阳光 接着一脸嫌弃地放入怀中 健壮的常柜急忙解释道 千万别小看这东西 上一场挑战的玩家 为了抢十块许愿币自相残杀 最后死了三个人 同时常柜很是纳闷 昨晚王命到底做了什么 会让院长给他这么多许愿币 王命告诉他们 自己只是帮院长找到了 401失踪的老人和义搏 消息一出顿时让众人以为 王命一定是又掌握了什么新线索 这时常柜又是第一个站了出来 表示昨天自己已经给了王命 一些有关欲望世界的信息 如果他觉得不够 自己还可以告诉他一些 以此来换取王命手里的线索 王命也没想到 这货竟然还真的藏有私火 于是让他展开说说看 根据常柜所说 他猜测大家应该都是和他一样来自临海市 或者说都是从临海市来到了 因为欲望世界 基本都是按区域来吸纳玩家的 事实上众人之间确实都存在着联系 这也说明常柜所言非虚 于是常柜急忙向王命沉默 只要王命肯告诉他正确的线索 从这里出去之后 他愿意给王命十万作为打谢 其他人也是纷纷效仿 有的给三万 有的给五万 王命文言内心激动的一批 因为线索原本他就打算让云丽告诉他们 没想到还会有这笔意外收获 但表面上还是装背的说道 也罢 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问 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他们 紧接着便将昨晚的经历与猜测说了出来 和众人沟通完线索后 王命便来到了新的任务房间前 今天他的任务是打扫房间 门上的纸条是这么写的 我妈有老年痴呆 望东望西 连上厕所都会忘记 性格虽然狂躁 但从不会伤害别人 各位义工不用害怕 看完信息之后 王命便开门走进去 却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人 突然王命身后一道身影出现 张着血缝大口 一把掐住王命的脖子吼道 最大的要死 再这样下去脖子都会被他捏碎 就在王命准备使用恶灵车票时 他突然想到了门上纸条的提示 既然上面说老太太连上厕所都会忘记 那他还能记得什么 于是下一秒王命便切换形态 妈妈 我是你的宝贝女儿呀 我来看您啊 老太太一愣 你是小方 见状王命急忙继续演戏 对啊妈 我是小方呀 您不会把我忘了吧 要是这样 说着王命还假装要哭的样子 好家伙这操作可把健忘的老太太给整心了 怎么会 妈妈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小方不哭不哭 只是 随后瞥了一眼王命的胸部说道 可是你怎么 妈妈记得你挺大的呀 王命一本正经的胡扯道 呵呵 这您就不懂啊 现在就流行我这样子 不但能穿漂亮衣服 还寓意天下太平 喜欢大胸的男人都是色品 呸 好家伙 要是我不杀我都信了 此刻老太太已经恢复成人戏 王命见状便将老太太哄进了屋子 老太太此刻也已经完全相信 眼前的王命就是她的女儿 哎呦乖女儿 都是妈的错 妈妈还以为你是院里的护工呢 文言王命心头一震 护工 自己这些挑战者不就是护工吗 于是试探性的问她 院里的护工怎么了 我感觉他们人还不错呀 文言老太太突然脸色猙獰的说道 你哎 你这是被他们骗了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击败鬼的竟然是一打钞票 还真是有钱能使鬼飞沫 就在刚刚 王命遇见了第二位住在这里的老 但老人却声称王命这些护工经常打 还不给老人饭吃 还会给一些老人打人 而打完针的人全都死 自己似乎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安抚好老人之后 院长也如妻而至找到了王命 还交给了王命一个任务 因为有一批货送保 需要王命去一趟门口 把货搬到五楼 最后还叮嘱王命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打开箱子 看着院长离去的身影 王命不禁疑惑 说什么今晚再来找我 结果就这 突然变得这么冷淡 不像他性格呀 然而院长此刻确实心情不太好 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护工都在搞什么 今晚竟然没人死 很快王命便来到了大门口接火 射牛的他见面就开始打招呼 哥 看你眼神 似乎不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了吧 哥你是做什么的呀 闻言司机像看傻子一样看向王命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干嘛的吗 眼看司机放好箱子后就要离开 王命及时拦了下来 表示自己只是想问这箱子里都是什么 信息还没套到 王命可不想对方就这么跑掉 哥 别急啊 抽根烟再走呗 这一招果然好使 即便对方现在是个鬼男人 但是当司机要烟是 王命却用手指了指司机兜里的烟 在这呢 别愣着 也给我一根吧 是可忍鬼不能忍啊 就在司机打算发飙时 一张许愿币就甩在了他的脸上 这一刻画风突变 司机立马见前眼开喜笑开言 王命冷笑一声 呵呵 有钱能使鬼推磨 真是成不起我 紧接着司机很懂事地掏出一根花子递了上去 哥 请抽烟 王命刚想询问 司机就已经猜到他想问什么了 当王命得知里面装的都是一些药水 镇定机制 王命一脸的疑惑 司机点了根烟缓缓说道 呦 哥您不知道 你们院里不是有些老人不听话吗 打一针就都老实了 王命心想这难道就是204老婆婆说的针 打完人都死了的那种 不过这时间点 院长专门叫人送过来 难不成他现在就想让着他们去护工杀人吗 就在王命思索之时 司机又抛出一则重磅内部消息 大晚上出来搬火 您就不怕撞见那东西 但是司机说到这里却又卖起了关子 怪我多嘴 这可是机密 我还是不 王命甩手又是两张钞票 我没听见 你刚刚说什么 我刚才是说 虽然机密 但您可是我亲哥 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原来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姑娘 特别有孝心 为了能一边赚钱一边照顾自己病重的母亲 她自愿放弃大好的前程 选择来这家敬老院当护工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谁知道有一天 那姑娘的母亲忽然失踪了 等在找到的时候 她的尸体居然零零碎碎 被人扔在楼道的垃圾桶里 每一层都有 别提有多吓人了 然后那姑娘就疯了 直接从楼顶跳了下来 王命这时也才明白 原来楼道里的女鬼 就是那姑娘母亲 至于凶手有没有转到 司机就真不知道了 于是便准备离开 不过在走之前 她还是送给王命一些道具 一只白色蜡烛与一个打火机 以后在走楼梯的时候可以点上 因为现在血液还没结束 要从一楼走到五楼 很有可能会撞见楼道里的碎大姐 于是王命为了保险起见 将蜡烛点上 并放在了货物箱上 紧接着便是一路狂奔 而后面的碎大姐果然不敢靠近烛光 王命玩心大气 高举蜡烛喊道 大威天龙 给我退 下一秒 碎大姐竟然真的慌忙考寸 此时王命只感觉一个子 爽 但随后王命便发现一个垃圾桶 她拿了碎大姐的声音 我马上就快拼好了 马上 王命心想那司机弟弟说的果然都是真的 这里竟然还有一块 当王命拿着蜡烛打开垃圾桶 里面的身影竟然让她大吃一惊 竟然是她 神秘院长竟然才是这里最恐怖的鬼 就在刚刚 王命在垃圾桶找到了一处尸体碎款 里面是一张人皮面膜 正是当初被碎大姐抓走的白丝妹 难怪当时她没有看到尸体 原来是被分开装进了垃圾桶里 王命不禁感慨 当欲望缠身 此反而成了解脱 片刻之后王命来到五楼 进老院的最高层 这里只有501一个房间 但门上却没有贴子里信息 院长也没安排任何人照顾501的老日 或许里面藏着什么院长的秘密 好奇心驱使王命想要打开门去看看 结果下一秒院长出现 在干什么 这突然的一幕差点把王命的活都给吓了 慌忙解释自己指示来送东西 随后便按照院长的分子 将箱子放到了大厅 只是当王命回头拿这次的报酬时 发现此刻的院长已经化身恶物 此刻的院长在红色月光的照耀下 闭脸猙獰的说道 忘了告诉你 来了五楼就别想到回去了 王命反手就掏出了恶灵车票 去你大爷 谢莫杀驴 这不是欺图老实人吗 下一秒院长的拳头便朝王命砸了不去 好在王命及时躲过 王命感觉现在这娘们真是强不可怕 这一拳足有二十年的功力 自己光凭借恶灵的力量 跑快根本打不过 只能 说着两人便开始了下一轮的硬跑 院长丝毫不拒 呵呵就平 人呐 只见王命吃溜一个滑铲 从院长夸下滑 下一秒撒鸭子就跑 打又打不过 傻子才跟你硬碰硬呢 解决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 拉上窗帘 终止鬼话 但当王命跑到窗户那才发现 我滴个青凉脸 窗帘呢 紧接着院长便来到了王命身后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但又有什么用呢 现在你一定很失望 很疲惫 很压抑 很煎熬 说着便准备一拳彻底解决王命 要么说反派都死于话多呢 此时王命灵机一动 指着院长的身后喊道 你们还愣着干嘛 快砍他呀 院长急忙回头看去 结果下一秒便被王命一拳偷袭 直接将其打进了墙里 王命趁机再次逃走 但恶灵车票只剩下不到一分钟了 自己恐怕真的要交代在这儿 此时院长仿佛一只屁股 已经爬到了王命的头顶上方 此时王命已经必无可逸 就在院长朝他扑来之时 王命突然想到了那个501房间 身后一脚便踹了上去 我倒要看看 501里到底藏着你什么秘密 院长一脸的慌张 不 不能进 只见王命竖起一根中指嘲讽他 白白的您来 说着便哐荡一声关上了门 与此同时他的恶灵车票时间 也在这时结束 王命劫后余生般大口喘的夫妻 我受够了 真是受够了 但当他回头看到屋内的一幕时候 竟然发现里面还有另一个院长 难道这是院长还是护工的时候 院长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沉密院长化身恶鬼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原来在long long ago 院长的母亲身患重疾 为了挽救母亲 院长四处借钱 他求了很多人 能借的钱都已经借了 就连高利贷都借了 可是母亲的病却始终治不好 院长知道 此时他的母亲就仿佛一个无敌 实在承受不住的院长 最终含泪将母亲活活闷死 而这一切正是501房间里的一段影像机 看完这些后 王命终于明白 原来院长就是司机口中说的那个姑娘 而杀害他母亲的兄弟 就是他自己 这么说来 楼道里的女鬼就是院长的母亲 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分尸丢在楼道里 院长是怎么下得去手的 王命百思不得其解 或许在欲望世界 离奇与布克斯一本就是常态 又是一晚过去 众人再次来到了静老院的一里大厅集合 只不过这一次人数却没有绝少 有过一次经验的王贵站出来说道 大家放轻松 根据我上次参加的经验 这回的挑战应该很快就要结束 因为院长也说过 他们的任务是每人负责三个房间 按照任务进度 今天照顾最后一个房间的老人之后 挑战就完成了 文言众人很是高兴 不过常规也提醒他们 虽然完成挑战就能实现愿望 但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与此同时只有王命没有丝毫放松 真的会这么简单吗 就在这时院长抱着一个箱子出现 因为血月褪去 院长也变了回来 紧接着院长发布了最后一个任务 因为明天一早 进老院里老人的子女就会前来探望老人 他们的任务 就是在子女到来之前 给这些老人注射镇定计 让他们安静听话 等子女们看望结束 他们这次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说完一把将房间号撒了出去 不过院长还是提醒他 如果完不成任务 引起子女的不满 可是不可饶恕的过错 此刻就连王贵也都感到了不对劲 于是便将王命拉到一旁说道 我参加的上一场挑战 最开始挑战者将近50个 但最后剩下的人 只有三个 王命听懂了 他们现在的存活的人数太多了 在欲望世界 幸存者是少数 全军覆没才是常态 现在还剩下这么多人 太反常了 明天是挑战结束的日子 也可能 就是他们生命结束的日子 这时王命也说出了一条线索 因为箱子是他搬进来的 他怀疑这批注射剂很有可能有问题 文言常规严重怀疑 院长是不是看上王命了 但只有见识过院长发狂后的王命来着 昨晚的经历是有多惊险 同时他在根据昨晚他照顾的那个老人索 这些注射剂汇要了他们的名 很明显 这次任务的坑就在这里 如果老人死了 他们的子女肯定不会放过他 这针根本就不能打 虽然这条线索没有印证过 不能保证百分百正确 但听院长刚才的语气 如果不给老人注射 说不定院长也会对他们这些人下手 事到如今 王命只能让常柜将这些线索告诉中人 毕竟常柜也算是老玩家 你叫有说服力 至于他们是否选择相亲 取决于他们自己吧 随后王命随后达到一张房间号 205 门上的纸条写着里面的老人有精神 需要全天用约束带保住 否则会做出伤害自己 甚至伤害别人的事情 所以切记千万别解开 当王命进去之后 果然看到床上一位被捆住的老人 一见到王命便朝他疯狂大喊 解开 快把这些该死的东西解开 我没有病 我是正常人 下一秒老人直接变身 嘴里竟然吐出了一条十米长的舌头 该死 你跟他一样都该死 那么这一次 王命又该如何化解呢 七群老人被五花大绑在病床上 下一秒竟然吐出了十米长的大舌头 早有准备的王命一个神神躲过去 紧接着在老人吃惊的目光中 一把将捆绑带解开 没想到老人叫得更厉害 王命心想这不是帮你解开了吗 难道是自己判断错了 真的不能松开这家伙 眼看老人一脸怒气地对着自己 王命急忙掏出恶灵车票打算开开 结果下一秒 你踩到我舌头了 王命甘大一笑 随后急忙将老人的舌头一股脑全塞进老人了 哈哈哈哈 误会 这都是误会啊 你慢点 好家伙还真是离本 直到过了三分钟之后 老人这才恢复成了正常人模样 嘴里还不停说着自己是正常人 自己没有 王命就一直啊 对对对 这敷衍的态度让老人很是不满 你是故意这么说逼 其实在你心里 还是觉得我有病 气得王命指着自己的心脏好了 诽谤 是在诽谤我了 我连心都没有好吗 人怎么可能没有心 神经病啊 下一秒只见王命一把撩开自己的衣服 露出自己空荡荡的宽广胸怀 不信你自己看 老人一看顿时来了兴趣 悠喝 小伙子 你这拉链铁别致 王命一气之下气了一下 这是冯和线 冯和线啊 老人叹了口气说道 哎 现在的年轻人 多不容易啊 见状王命知道老人对自己已经没有了恶意 于是便想试试看能不能套出更多信息 既然看了我的冯和线 那咱们可就是朋友了 随后王命便直奔主题 我亲爱的朋友 我一直想问 你刚说我跟他一样都该死 这个他 指的是谁 没想到此话一出 老人顿时面露争鸣 该死的家伙 我要杀了他 一定要杀了他 其实王命已经猜到答案 你说的这个他 就是你儿子对吧 文言老人彻底癫狂 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 眼看刚塞进的舌头又吐了出来 王命只说了一句话 你儿子已经死了 这一刻老人顿时停了下来 王命知道 他儿子果然是破局的办法 老人这才缓缓将舌头收了回去 他 他死了 怎么死的 老人平静下来 王命便开始询问老人 都说虎毒上不食子 你为什么这么想你儿子死 何况还是个毒生子 原来 有一年老人的老伴得了重病 医生说有把握就回来 但手术费需要八十万 老人原本是想把房子卖了 先把人救回来 结果他儿子说什么也不卖 结果到头来 一套房子比他亲妈的命还重要 老人越说越激动 这个独孝子终于死了 发泄完之后 老人突然问王命 明天应该就是亲属探望的任意 王命不明白 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 只见老人拍了拍王命的肩膀 说道 小伙子 你是个好人 我跟你告个别 咱们也差不多要说再见了 原来在老人的记忆里 每次有亲属来院里探望 这里的护工就会换一批 住在这里的老家伙也会烧很多 这和以前的热闹比起来冷清太多 就这样 血色进老院的第三夜结束 一日 一群子女们也都前来探望自己的父母 结果他们却发现 自己的父母竟然都死了 这些子女瞬间暴命 说什么也要让这些护工偿命 这可把这些护工吓坏了 下一秒 无数惨叫和求救生便想撤整个大厅 而那位院长 正在楼上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屠杀开始 当来没想到 杀害老人的竟然是他们的子女 与此同时一场大屠杀 正在血色进老院展开 这些子女化身各种妖魔补怪 不断地屠杀着那些护工 就连躲在二楼的孕妃都不放 眼看怪物朝孕妃扑了过去 幸好王命及时出手相救 此刻他已经使用恶灵车票的力量 因此王命必须在三分钟之内逃出阵 同时他也算是看出来 这简直就是一场无差别屠杀 打针会死 不打针也会死 这就是个死局 此时孕妇也是有些体力不支 他不想连累王命 但男主偏偏就喜欢孕妇 说啥也不放弃 既然跑不动那就不跑了 王命转身来了个回马枪 一拳将追击他们的那些人轰飞 同时王命感觉自己恶灵的力量似乎变强了 但紧接着他便发现不对劲 恶灵竟然在吞噬他 可如果现在解开恶灵的力量 眼前的这些怪物绝对会瞬间要了他的命 原来恶灵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王命却是不信心 他倒要看待 最后是他控制恶灵还是恶灵吞噬他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被怪物袭击的常规 常规拼子说出了最后的限制 原来那些让人致死的注射剂并不是院长的 文言王命顿时茅色顿开 如果不是院长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是那些老人的子女们 这些子女 他们都希望自己年迈的父母早点死 而且从一开始 他们就没打算让这些挑战者活着离开着 但王命也想到了一个可能 没有时间解释 王命拉着孕妇便朝目的地跑去 正是他曾经打扫过的203房间 当两人进去后的同时 王命的恶灵车票也刚好消散 王命知道 203房间的子女就在这群怪物 于是便故意大喊道 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 因为你喜欢吃生肉 他每次都会留一份给你 可你却连来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留他一个人跟这些食物一起 慢慢腐烂 没照顾好他的不是我 而是你想要他死的人也不是我 是他亲手养大的 果然 一名年轻人站了出来 就算是你说的那样又能证明什么 说是留给我吃 但东西呢 不是辣了就是过期了 他甚至还会把食物藏在兜里 恶不恶心 我就问你恶不恶心 这一番话直接气得王命轻轻抱起 随后一把将一张纸条丢了过去 内容正是老人当初写给王命 男人一乱 随后思绪便回到了小时候 那时候的他最喜欢吃生肉 然而随着老人逐渐变老 虽然糊涂但却一直记得自己儿子的信号 但遭到的却是儿子无尽的嫌弃 接着王命又缓缓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食物的保质期是多久 但我知道 最开始这些食物并没有腐烂 也不脏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从来没来过 直到现在 男人终于清醒过来 爸对不起 我来接你回家了 也就在这一刻 两人的身影开始慢慢消散 直至化作漫天星光消失不见 王命这才发现 自己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这个任务名叫哭泣的黄昏 而黄昏指的就是这些老人 黄昏 不该哭泣 也就在这一刻 怪物们纷纷停止了攻击 仿佛是在等待某种救赎 通关了通关了 王命终于解锁下一关 神明序列 就在刚刚 王命让一位老人 与其子女成功和解后 随后他便打算将自己负责的 另外两位老人 也通过相同的方法 让其兵士前嫌重归于好 那位健忘的老人很快就逝了 但轮到那位被捆绑的精神病老人时 他的儿子却是不愿意 他可不想让自己的父亲杀了自己 毕竟当初他为了钱 放弃了救治他妈妈的机会 于是王命只能自己先进去 让老人的儿子在门外等着 王命直言自己欺骗了老人 他的儿子并没有死 但老人听完却是一点没有生气 不过王命又告诉老人 他的儿子虽然没死 不过也坚持不了多久 因为他的儿子并没有需要移植心脏 但医院提供不了 文言的老人立刻表示 可以用自己的心脏 随即老人解释道 其实当初妻子已经放弃了治疗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拖累海 是老人瞒着妻子逼儿子卖房 只是没想到 儿子拒绝的那么不断 事到如今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离开水 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将自己的心脏送离 话音刚落大门突然被推开 只见老人的儿子东的一生就跪在老人面前 此刻他已经完全知错了 然而老人其实早已释然又怎会怪他 就这样 孕妇云里也用同样的方式 解决了他负责的三个房间 只是这条关键信息得到的太晚 等王命他们回到一楼大厅时 其他挑战者早已躺在了血泊之中 就在两人以为通过了挑战时 院长突然出现拦住了他们的去骨 此时已经变成怪物模样的他 张牙舞爪的便朝王命冲了过来 但此时王命的恶灵车票还在等去 眼看院长一巴掌就要拍下 王命急忙从口袋掏出一瓶安眠药 一把扔了出去 郑重院长的面门 王命急忙解释这时 他从院长的501房间床底下找到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瓶安眠药 原来当年院长的母亲并不是院长所杀 在那之前 院长的母亲就已经吃下了一整瓶的安眠药 院长文言也彻底陷入了疯狂状态 王命趁机拉着云离就开始跑路 片刻之后终于跑出了阳老院 当他们再次回头发现 几行血字缓缓出现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仰而轻不待 别让黄昏哭泣 就像昭阳从不悲伤 血色敬老院 挑战结束 看俺两人这才彻底松了口气 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在王命身后出现 同时将一张空白卡片递到了王命眼前 正是此次的通关奖励 或者说是愿望 此时老王自然不会客气 随即写上 我要恢复所有器官 但下一秒字体开始消散 愿望竟然无效 王命那个气啊 什么意思 神这么抠门的吗 一个器官就算一个欲望 那我不管要回哪个器官 回去之后还不是得死 随后王命也是不行 什么活着成为世界属主 成为欲望世界的主宰 甚至还想成为硝烟迎娶女王奈兰云 结果这些朴实无华的愿望一个都实现不了 简直是坑爹啊 索性他也不闹了 最后只写了四个大字 我要活着 所谓的神 这次总该答应了吧 男人只是在医院拍个片 结果医生却发现这货竟然没有内脏器官 原来王命通关血色养老院之后 许下了我要活着的愿望 同时还领悟了神明序列逻辑点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紧接着王命便发现 自己竟然真的活着回到了现实世界 与此同时 手机上欲望世界的游戏也缓缓消散 王命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胸膛 心想自己没有器官 现在还算是个人吗 活着 好像又没完全活 回想起之前的经历 王命依旧还是有些搞不懂的地方 院长为什么要把他母亲分尸 还丢在楼道里 难道欲望世界里的事情 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来思考吗 所幸王命也不瞎想 当务之急还是赶紧去医院拍个片看来 然而王命不知道的是 一道身影正在不远处观察着他的异局 只见红发美女舔了舔舌头说 在新世界 继续聆听神的地狱吧 与此同时欲望世界的静老院内 院长已经恢复成了普通形态 同时他的母亲也出现在他身前 院长痛苦地跪在面前 妈我错了 我当时不受控制 但是母亲却是一脸的温柔 傻孩子 妈从来没有怪过你 是妈拖累了你 要不是 你也不会 然而下一秒鲜血共鲜 院长母亲竟然被砍成了碎管 随后一柄砍刀落到一只大手上 紧接着一个扛着大刀的狐狐身影出现 真是废物 男人愤怒地说道 健壮的院长早已吓得瑟瑟发达 屠夫 我已经帮你杀了很多人了 你为什么不能放过 放过我母亲 只见那个名叫屠夫的怪物说道 你第一次的欲望是从亲情中解放 第二次的欲望是复活母亲 神不是都帮你实现了吗 虽说是一块一块的 呵呵 说着还拎起了老人的尸体 谁叫你自己没说清楚 复活的母亲是什么样子 紧接着屠夫的大刀再次砍向老人 院长彻底崩溃 下一秒却被屠夫一把抓住 拎着院长恶狠狠地说道 如果下次还有人能活着离开这里 你们母女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画面一转来到现实世界的一处医院 王命正在排队等候 一旁一伙人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这些都是刘长归的家人 他们都在等待常规的归来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刘长归再也回不来了 很快医生便叫到了王命的鼻子 随着王命缓缓进入CT时 正在做检查的医生却是一脸的冷汗 那什么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 这机器好像坏了 你要不明天再过来 紧接着又解释道 机器拍不到你的器官 肯定是机器出问题了 不然你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没有器官呢 呵呵呵 王命一阵头大 好消息是自己狗活了下来 坏消息是 器官真一马没了 随后走在大街上的王命盘子 虽然没了器官 但吃饭喝水 吁吁 一切需要器官运作的东西 都可以正常进行 就是不知道那方面的功能还在不在里 看着身边喜悦中心的广告 下一秒王命狠狠地抽了自己家嘴 想什么呢王命 你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远离了低级聚位的人 什么情 什么爱 男男女女的 但王命依旧没有发现 一副包裹严实的长发女人 正悄无声息地跟在她的身后 仔细看去 女人脸上竟然不满了伤痕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这是一个建在坟场之上的别墅 需要24个活人住满10天 才能将身中的阴气消除 是的 王命刚出来就又进到欲望世界了 而且这次还是强制被带进来的 原来就在刚刚 王命正在用手机调查 和她同一批进入的参赛者 按照刘长贵所说 进老院的参赛者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但欲望世界死亡率那么高 却从来没有失踪人口的报道 突然王命的老板娘打来电话 一招何东是吼 正儿欲 王命急忙解释自己 做了个掏心掏背小手术 自己差点忘了 现实世界的她还得打工打工打工 随后一路小跑逃往八跑去 与此同时一座小巷内 两个混混正在欺负一个小女孩 只见小女孩手里抱着一只白色小猫 为了不让这两个变态继续虐待小猫 助遥表示自己可以把钱都给她 但两人却突然赶了足利 今天劫色不劫他了 说什么也要看看助遥的小白 眼看那双万恶的咸猪手 朝助遥伸了过去 却被一道声音阻止 只见一个黄毛跑过来 只不过下一秒便脚上一滑 直接来了个平沙落艳势 两个混混也认得辞 正是经常被他们欺负的林玉叔 见状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顿胖疯 但林玉叔显然已经习惯了 被打还不忘笑嘻嘻地说了 欺负一个小丫头多没劲 哥 要不你们打我 我可扛打了 真的 混混没想到对方还有着爱好 说着便开始拳打脚踢起来 一旁的助遥急忙求情 却不想这两个混混打了人 也不打算放过来 随后一脸恶狠狠地开向助遥 行啊 只要你自己脱了 我们就停手 嘿嘿 眼看助遥迟迟没有动手 两个混混对林玉叔下手更狠了 善良的助遥实在不忍心 只能咬着牙流着泪选择统鞋 两个混混这才一脸坏笑地朝助遥走去 这可把被揍了半天的林玉叔给急坏了 感情自己刚才白白被揍了 就在这时王命恰好路 只见他手持木棍 一副流氓剑了都要说是流氓的样子 原来是两只臭虫啊 别说我没给过你们机会 老子数到山 识相地赶紧滚 果然王命这副流氓 托到什么样直接吓坏两个小混混 这一看就不是擅长呀 刚想要离开 只见王命露出一个迷人的温小 温柔地说了一句 三 不跑 呵呵 那你们完了 两个混混都猛逼了 哥 哥你好像没数一二 下一秒王命直接动手 你再叫我做事 片刻之后 两个小混混鼻青脸肿的逃脆而去 林玉叔也终于爬了起来 王命本想拉朱瑶起来 没想到朱瑶直接说出了王命的名字 原来王命曾经是朱瑶的学长 只是王命没什么印象 随后也没有过多停留 潇洒地转身离开 只留下一脸花痴的朱瑶 其实此时的王命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走 就在他一脸迷茫时 一直跟踪他的那个女人突然出现 王命竟然觉得有些眼熟 但他也知道对方来者不善 他这才想起来 这竟然是自己刚进入欲望世界时 被自己一脚踢下车的售票员 突然王命感受到这一种熟悉的感觉 果然下一秒 王命便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一脸不甘的售票员 他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王命竟然再次进入了欲望世界 下一秒 只见王命已经来到了一张白蓝食物的长桌前 这下轮到王命猛逼又伤脑了 先不说刚刚的售票员 不是欲望世界的NPC吗 怎么会在现实世界中出现 然后就是自己怎么突然就进入了欲望世界 这玩意儿还能强制拉人的 太坑爹了吧 就在这时在座的一位丑团外卖员也是一脸猛的 但也有人知道这个可以实现所有愿望和欲望世界 就在大家议论的不可开交时 其中一位少年突然发怀 并让众人看向自己的餐盘 文言王命低头看去 只见盘子中开始缓缓出现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他们所在的地方 是一栋建在坟场的别墅 因为阴气太重 需要24个活人住满10天才能将其消除 在这10天中 所有人可以随意在别墅内活动 任何东西 食物都可以尽情享用 但绝不能离开别墅 10天之后将开启大门 届时离开之人将聆听神的低语 而这一次的试炼名字便叫做 伟大的可悲 紧接着所有人都开始慌了几个 只有王命已经开始思考 坟场 可悲 有这种关键词 看来这次的挑战主题很难不再一遍了 突然一道声音引起了王命的主 诸位莫慌 咱们现在的情况其实并不差 王命这才发现 说话的竟然是自己白天刚救过的学弟学龙 他们三个竟然同时进入欲望世界了 狗团外卖小哥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开个玩笑 竟然真的有真子从电视里爬了出来 原来就在刚刚 王命再次进入欲望世子 只不过这次是被迫进入 同时进来的还有他刚在现实世界救下的学弟学龙 王命没想到 这欲望世界还能连击 与此同时外卖小哥都快急破了 咱们都住坟场上了 这情况还不够差吗 林玉书则是不急不慌地说的 此言差矣 你们想啊 这么豪华的大别野 咱住过吗 这么丰盛的美食咱吃过吗 在这每每住个十天 最后还能实现心中的欲望 这不香 哎呀真香 外卖小哥闻言一想 也是啊 反正也出不去了 事已至此 还是先吃饭吧 众人闻言也都觉得有道理 王命也没看出来 这小子还挺会调节情绪的 然而就在众人愉快地享受美食时 王命却是借口离开 没办法 典型的血色敬老院后遗症 随后王命便开始检查这栋别墅 首先是大门 虽然锁死了 但采光还不错 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一楼主要分为客厅 厨房 餐厅和茶室 二楼有健身房 电脑房 书房 一帽间 以及几间大小不一的卧室 三楼有一个重满植被的阳光房 一个杂物间 一个琴房 一个堆满各种娃娃的房间 剩下的都是空置的房间 可以助人 就在王命检查完这一切回来之后 他发现这些人吃饱喝足后 竟然聊得不一乐语 房间内充满了欢声笑容 王命见状都无语了 真是见鬼了 难不成这才是 欲望世界的正确打开方式 突然外卖小哥一脸恐惧的 指着电视说道 你们说 一会儿电视里不会爬出真子吗 文言一旁的助瑶急忙 缩了缩身子 身子 不 不会吧 这一幕顿时 引起了其他人的一阵吵醒 哈哈哈哈 哥开玩笑呢 看来这小妹妹胆子很小 挑战还没开始 这就被吓到了吗 林玉书更是拍着胸服安慰的 助瑶别怕 有我在呢 真子要是敢爬出来 我就大喊菊花怪 然而话音刚落 屋内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态 大厅内的水晶灯 也开始不停的晃动 但是他们没注意到的是 电视机突然发出滋滋的声音 随后屏幕也从雪花变成了一口鸡 众人发现后一脸担忧 这不就是电影中的那口鸡 真子不会真的从经历爬出来 就在这时电视画面 再次变成了雪花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是信号不好 大家就是自己吓自己 哪有什么真子 但是美女的话音刚落 一只大手便从电视中伸了出来 下一秒真子竟然真的爬了出来 众人急忙慌不择路 但是离电视最近的一位美女 就没那么好 还没来及跑就被真子掐住了 随后在美女惊恐的眼神中 居然直接被真子扭断了脖子死掉 见状众人纷纷逃脆 只有王命依然冷静的一屁 随后只见王命一把 将电视电源给关了 与此同时真子也停止了攻击 身子也开始慢慢潇洒 众人见状也安静了下 他们没想到王命竟然这么紧张 只要关掉电视就行 事后王命一脸无语的朝外卖小周 兄弟你的嘴巴开过光吗 小哥也是惊魂未定 我也不知道 林玉书的脑回路也是不大 话虽如此 但你说真子真子就倒 还是很可疑的 谁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 言出法随的能力 毕竟在欲望世界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快 你快对我说我的貂蝉在腰上 证明一下自己 没想到下一秒小哥 竟然真的喊不出来 眼看没有事情发生 林玉书表示可以确定的 小哥没有言出法随的能力 王命一脸的黑血 这都行 同时有些玩家也开始担忧 这么快就死了一个人 这十天咱们可怎么熬啊 一名蓝发美女玩家 蒙宇妍则是比较短 一开始死亡率往往是最高的 只要找到机制避开 就不会有危险 但还是有人担心的说道 可我记得只要看过影片的人 最后都会死 文言王命也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也不一定 如果机制跟电影里的一样 那刚才我关电视 见状梦宇妍突然想了 真子是樱花国电影里的 刚才我们已经见到了 那接下来 会不会还有裂口女之类的怪物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我美吗 谢谢大家